法治委員會議員 那有委員提出來說 在因為日本震災這麼大的影響之下 對我們的經濟可能也會影響等等的 就他們提出來他們認為說 這個時機推奢侈稅適不適合 我不知道院長在行政的角度來看 怎麼看這個事情 特種貨品跟服務的這種銷售稅 就是俗稱講的說奢侈稅 它主要是要健全房屋市場 而且對於比較社會上認為高價額的消費 刻以一定的稅捐來從事有關低收入戶 社會福利的這些照顧的經費 同這次日本發生地震海嘯 因為海嘯的水侵入福島的這個核能電廠 造成重大的核災 所影響關聯的產業 大概跟觀光旅遊事業 本來就同那個特種銷售稅的 是沒有連結的嘛 這是第一個 這一項跟這一項是沒有連結的 而且看起來日本這個狀況 還在做各種的影響當中 那我們原先的那個銷售稅的特徵的法案 已經提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現在正在貴院審議當中 即便是照原定計畫也是七月一號 那七月一號距離現在還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基本上齁 我們並沒有改變 要暫停那個特種銷售稅的那個計畫 因為阿你已經提到立法院來了 我這樣子看啦齁 我們當初我想行政院推出來 強調是健全方式嘛齁 是 加上我們希望能夠縮短貧富差距啦 是 是這樣的一個角度 並不是要打擊經濟啦 對啊 這次影響影響到或許如果有齁 影響0.5%的GDP或者1%的GDP 那是那一個層面跟我們的角度不一樣 全世界發生這麼多事情 今天昨天自律也發生地震啦 其他國家也發生很多事情啦 這個我們又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怎麼會說 日本這個事情好像 欸 快點找個理由說 這個 政府該推動政策怎麼用 要把它 我覺得是很奇怪怎麼這個聲音出來齁 我去瞭解一下我們執政黨團齁 的委員大概還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大家 對於法案的內容 或許有些認為 應該這樣加那樣減 有 但是你說要這個時候 欸 這個岸不要撒 這樣就什麼岸都不要撒 另外他就趕快開就好了 因為日本大地震 哦 大家頂頂 沒出門 都數量工廠都賣 我覺得這種說法是 很奇怪的啦齁 所以我想就是 是不是我可以 從院長剛才解讀是說 院長 行政部門在推動這個政策的立場 還是很堅定的 是 我可以這樣講吧 沒有改變啦 沒有改變齁 沒有改變 甚至就是我們來審的問題而已啦 應該這樣子吧 當然我們密切注意齁 當然密切注意齁 日本發生這些核災 對我們經濟齁 產業鏈啊 這些我們幫助這些產業 我想經濟部跟相關的單位 都有做一些努力嘛齁 包括農委會也都做一些努力 那這個領域的處理 同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準備立法 課徵那個稅 它的用意也不同 領域也不相同啊 第二個我想也是比較 比較一個大家關心 比較簡單 但是很重要的題目齁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AIT 他因為他一些從日本來的僑胞來測到 暫時在這裡齁 我今天很緊張跟主委這條新聞齁 他是說 我看訪問了好幾個老名嘛 他說 因為我在stop by 就等於順路了齁 他說 暫時住這裡齁 如果那裡OK 他還在回去什麼之類的 然後當然就 人很多嘛齁 AIT人不夠不啥啥 他不會來定居在我們這裏吧 對 AIT的官員說 那這樣子所以我們就 簽證就 不要了 有些我看有些民眾 很無奈齁 會人不起來 早上就起來 昨天晚上就起來了 突然來一個沒有疫情的說 今天開始暫停服務齁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齁 我看昨天那個外交部次長 蛤 什麼 沈旅行是吧 他講了一個 什麼 我們有兩位 對 這個沈次長啊 他說 一般外交不會民獎 他講的一定英文 什麼 Bet the line Between line 什麼之類的齁 那你就說要知道 弦外之音 這感覺 弦外之音是 說 他們對美流的事情齁 他們沒辦法忍受啊 跟你 借這個機會 會不會借這個機會 來一下子 讓我們知道一下說 欸 這東西 我看這TFA也大概都有希望的吧 是不是 我不認為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聲音齁 的確可能是 會手忙腳亂齁 他人手有限齁 那我想請我們外交部啊 已經同他們去接洽齁齁 看能不能在 他們從日本 撤回駐日使館 跟他的眷屬嘛齁 還有一部分衣親的人過來 到我們台灣來 這也會增加他一點工作量 這部分我們 多派人手幫助他們辦這些 外交部也可以幫助啊 然後 不要讓AIT撥出太多人手 去操反這一部分 而影響對我們國人 要每天到美國去求學 或留學 或者是考察 旅遊的這個 權利 我覺得這一點 才能堅仇並故 院長我們 我們要這樣講嘛 可不可以跟他這樣講 能不能夠這樣很像什麼 你知道吧 那感覺到 比如說大專年考齁 考試的時候齁 或許主辦單位自己出什麼問題啦 比如說電鐘換掉啦 時間都不對啦 還是考驗報錯啦 或是題目 答案 或是中間什麼弄錯了齁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 從寬處理學生啦 沒有人在修理學生的啦齁 他怎麼處理班 處理什麼 通通算對 大概這樣 有什麼錯齁 這幾題 通通給你分數啦齁 能不能夠借這個機會齁 說啊你就沒用是不是 這段時間 試看看 齁 免簽證 去美國 免簽 是 所以他現在不輕易 給很多國家 免簽啦齁 我知道啦 即便我們台灣 他那個所謂 這個 這個 不合格率齁 都在兩趴以下 底下一點多趴 對對對 我們都符合了啦 我們是基本上很好 對 現在就是希望我們要 親簽齁 就親自領那個 護照 親辦 他說這樣可以預防 恐怖分子的 風險啦齁 我們盡可能 院長 依照這樣的大原則 我希望我今天的話能夠 你能夠 命令一下外交部 轉答一下說 我們的民意代表會提出說 欸 那你說你沒用啊 然後影響到我們咧 免得說 我剛才說的 考場裡面 主考單位 有些問題 然後 讓學生的權益齁 受損啊 受損啊 我很少看到這樣子的 很少看到 很少這樣子的 這些人 要到美國去觀光旅遊宴齁 去深造 都是對雙方有利嘛 對啊 我是 我是不知道 今天又是 這兩天又包到狗也跑來齁 那個 那個 施部長 一起來啊 施部長 那個秦主席 請向部長 這個其實問題 這個院長可以回答了 不過我想施部長 可以更加的 我們 表示 也尊重一下經濟部嘛齁 謝謝 因為 我為什麼關心這個問題齁 因為 今年的 今年的春節啊 這個 我們就 我參加 美國全國祈禱早餐會 吳院長是 馬總統上任第一次代團嘛齁 是 第二次代團是劉道玄 第三代團 蘇琪齁 蘇琪跟我跟這個王兆 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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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玄 我們三個去了齁 裡面我們也跟美國一些 他們要談一下嘛齁 他們講的幾乎講得很白啊 因為是秘府齁 美牛沒有解決齁 屁發不用說啦 幾乎這樣說啦 就是說 他當然話不會這樣子講 但是 好幾場 聽得很清楚了啦 他們就認為說 啊你就 這個不這麼複雜齁 啊你就好就搞定啦 啊 秘府怎麼會搞定 他是這樣講 有一個就這樣親自講啊 他們覺得他們不懂啊 這個不這麼複雜 啊你們就搞定了 因為是秘府怎麼搞不定呢 我當然不是說 要要開放 不是這個意思齁 而是說 這問題 沒有解決 我跟TIFA很辛苦耶 司副長是不是 大概TIFA沒有希望 近期內沒有希望 謝謝賴委員 因為你很清楚齁 就是說 的確 美國人講得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就是呢 對於美牛的事件 特別是收金這件事情 他們是高度的不滿 這是事實 所以我剛才那話沒有錯嘛 一二十秘府沒有解決 TIFA大概在那邊共 但是我跟我們報告一下 現在TIFA這個階段沒有開 但是雙邊的溝通的管道 非常的暢通 是的 從各階層都有在往來 都有在開不同的會長的地方 這個 我還是希望行政部門啦 這個問題還是要把它解決 TIFA對台灣也是滿重要的啦 我覺得看怎麼解決齁 也在不犧牲台灣的老百姓死的安全齁 的前提之下 大家都滿意 我認為 以我們行政團隊的聰明才智 有一次啦 讓台灣的百姓也能夠滿意 讓美國也能夠滿意 讓我們的經濟也能夠滿意 有答案啦 不許我把你剛才轉述的 這兩個case不同啊 你看我們簽ACFA很堅持原則啊 第一 我們不許 不許 大陸的農產品再增加到台灣來 馬總統就只有沒有開放一項 過去一千四百十五項都是之前的 第二個十七項敏感產業都沒有同意 這是維護台灣最基本的利益 那開放美牛 他只要沒有瘦肉精 那就OK了 怎麼去跟他說服他 不要瘦肉精就好了嗎 對啊 你賣我沒有瘦肉精的嘛 你要說服他啦 我們歡迎沒有瘦肉精的 跟他講不要賣我瘦肉精 就開放了嘛 這就是看你們的債條嘛 然後 我想還是部長先不要離開了 這個雖然這一題有那個 我們看一下全台灣 三十幾點那個輻射的監測站 是三十個 這一次我看這兩天啊 日本的民眾大家覺得很理性很好啊 開始在抱怨政府 開始在抱怨政府 為什麼 他就用一個字 因為CNN每天都在講 他叫lack of information 資訊不足啦 transparency不夠啊 就是不夠透明啦 農你不會洗啦 所以 今天我看今天 雲人會的主委來我們那 黨團 你記住 講得很清楚 說台灣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側的都是安全 啊如果你真的 有需要什麼之類的 你就三千人回來 一定要去洗 然後雨傘要存起來 等等的 老百姓 不放心 對官員的話 不太有信心 對民主化 都不太聽了 有時候對民主化 都不太聽 民主化我就看了好多民主化的講錯 啊複製也 бат 所以我想說有沒有可能請院長 你能不能夠是三十幾個監測站 能不能夠旁邊拉個線出去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在公共場合 我們現在看到外面也是看到有些什麼 現在溫度幾度?二十度 那個地方類似這樣子 很多的看板 公共場合有很多的看板 我們沒有叫你增加監測點 是增加那個等於說什麼 展示的點 現在這附近我們的輻射值是多少 安全值是多少 越多的人看到 就很清楚現在零點零八 安全值是零點二 就不用怕 你看 頭頭看也看到了 車站也看到 高鐵也看到 政府部門也看到 學校看到 區公所看到 這樣子大家可以放心 有可能嗎院長 加設這個螢光幕 也許 時間上也不一定那麼急 來得急 我們現在的做法 如果再加上媒體能夠幫忙的話 像那個電視上的螢幕 它只要用跑馬燈 只要每個台都 有人沒有設計師 在外面走的 廣播也可以啊 廣播也可以啊 那個簡訊也可以啊 因為你現在再去設那個 秀的那個螢光布 其實等你秀等你裝好了 可能時間都過了 現在我們有三四個管理 如果一個禮拜以內 還有在機場 就是邊境的管理 各種偵測都有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我一定要提 因為時間上已經差不多 就是跟部長有關係的 齁 那個雲端齁 我也跟部長 我也跟院長講過 雲端齁 現在我們總共投入兩百多億 都在雲啊 我們的端齁齁 都在這裡 其實 我們的以後市場是在端齁 比如說齁 那個那個 有個遊戲 我不知道 院長有沒有用過這個遊戲齁 手機上一個 Angry Bird 生氣的小鳥齁 他那個 就是那個鳥蛋 被豬把它偷吃掉啊 他是打蛋工去打那個豬啊 這樣子齁 那只有一個這樣齁 賣了多少你知道嗎 賣了一千兩百億 一千兩百萬美金 都共3.6億台幣 只有一個這樣 很簡單耶 他樓梯很簡單的設計而已 這樣讓你 來打那個 台灣的遊戲軟體現在很 很成功啊 在哪裡 我們現在的天啊 做個那個 之類的 我們現在的 風格 那是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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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